非常欢迎你回来 2024年的台湾强女士高尔夫公开赛 6月5号到7号在雾峰球 雾峰球场这个生态非常丰富 这种橘斑碟 然后有独角仙 有水鸭狗狗 还没有看到的 应该是有人碰到过的猴子 甚至加上山猪 很多 机箱秦美这周呢 他的推杆还是相当好 另外机球稳定性 还有主要是心态这部分 是更加的稳定 转场之后 PK倒是没有爬上 不过旗杆都插了边边角角 神玄的挥杆用力借坡 刚好上来 而且靠近 旗杆 OK好球 最后一组三位选手 现在在前三名 天气比较闷热 你看 负8负6跟负7 刚好在前三名 在比较厚的长早切球 考验这个PK 因为他有点在下坡球位 左到右 转子还蛮大的 至少速度 长得都还蛮不错的 这也是机箱秦美 他觉得 这就是他比较进步的地方 一方面是心态更稳定 二方面就是他推杆的 整个掌握度是越来越好 所以依旧是保持在 可以争贯的机会 当然主要 会回日本训练 考日本的会员 左到右 PK 在这个时候呢 吞下了他在 最后一轮文的 第一个bogey 转场有了变化 这给神玄一个chance 神玄这样一来一往 说不定可以 能够超前 真的抓下Berdy 石成玄Berdy进账了 现在变成石成玄 领先的地标 你看巴干的 不想再当第二名 不想一直都是安心哑 那石成玄的好朋友 黄玉昕 也在场上持续努力 不过 这一季的短杆切上来 他半章比较平 也不容易停住 玉昕切九洞41 不过至少后九洞 把握住机会 看一下 踢打帕的Berdy推杆 在第十一栋 主刀又要也用力了 蛮不错 方向很好 前九三十九 而且在前一栋还吞下了Borge 前一栋吞下了Borge 玉昕也是花了不少 在最后一会 不过这是又到左的下坡 YES挥拳 黄玉昕推荐的借球又到左 在连续两栋抓下了Berdy 又回到了正二 比较可以敲带 要不然他前两栋打得蛮不错的 71跟70 这边蝴蝶也是蛮多的 左到右 李昕最会抓Berdy的前九洞 整个感觉相当好 当然李昕现在急球 也不会说特别强求说飞拿冠军 他每个目标都是冠军 但是就是稳定的一个表现 还有能够达到自己的努力 这样这是最重要 我们这个蝴蝶一直不停的 在镜头面前的飞舞 其上前面在右侧 11栋送上来偏到右边去 因为在斜坡以及长草的球 确实不好注意 然后朱达这一回开在球道上 铁干又是他的强项 稍微有点偏右边 等下面对还是比较长推干的 看一下吉祥清美的短干的切球 反而在这种比较慢的果林 还有百慕达草 用切的比较容易靠近 就怕有机会是是有的 主打的Birdy推干满拼的 速度还不错 到了颜色比较深的那个区块 应该会变慢一点 PK在台湾总是表现出色 保持地区标准的七干目前落后 石成玄一干 那石成玄也参考了 PK的推干路线 不用抓到他右边 接近直推 石成玄再下了一层 连续两栋抓下了Birdy 来到了地区标准干九干 保有两干的领先 当然石成玄这一路这样子走来 也是都感谢在周围的帮助他 以及支持他的家人 赞助商 教练团 甚至在运动心理这方面 也感谢北市大的王鸿忠前副校长 王鸿忠教练 这个球打到树 然后碰到右边取龙 希望不要下水 这在第12档的PK5 两干可以到得了 李鑫 过水痴 哎哟 因为旗干也是蛮靠近水痴 所以第二干要送上来并不容易 在昨天石成玄也曾经啊 有在五干洞抓下的衣服 你看 水痴里边那个小水药还蛮多的吧 还有乌龟 后面那里有一只乌龟 这记得切球玉心抛上来 这是在第12档 也是球场叫好打的一栋 这个礼拜呢 泰国的选手 他们有的人呢 可能会去中旬赛呢 参加在广东呢 所举行的九广东的那场比赛 而上铺推荐的就是李鑫 李鑫继续在五干洞抓下了Birdy 目前是第一标准六干 哦这样子李鑫是有机会来冲击冠军哦 目前落后三干 李鑫 推干的落在率呢 比较低了一点 不过连续两洞的Birdy 还是相当振奋 目前保持正二的成绩 在前年的绿林十三杯 在老淡水球场 王一逊成绩获得第18名 这一栋两干可以倒得了 而且避开右边的水池的话呢 从左边来送的是比较安全 大部分选手可能还是会往左边来送 要直接过水池哦 击伤 不过那个长草应该是蛮厚的 应该不会回滚下水 这是石成绩的第三干 在part 5的第12栋 软干切上来 靠近当中 哦又是一个标准的机会 PK 他又有距离 然后又在五干洞呢 也绝对要强势的来抓Birdy 哦 吉尚这个切球还是切得很好的 而且有侵略性 整体来讲都是稳扎稳打 那这三位圈子还是保持了一二三名 吉尚情美 目前被李星追平了 已经是并列第三 不过下坡退干还是推得很好 也是抓下了Birdy 来到了地狱标里面七干 看起来 这场比赛要夺冠 可能要到地狱标里面有两位数 PK也是抓Birdy 又回到了-8 目前紧落后一干 当然石成绩也有很好的机会抓Birdy 这栋是最好打的一栋 三根都是抓Birdy 在昨天石成绩这一栋 是设下一只Eagle 第十三栋的三杆栋李星的开球 目前负六位居第四也有机会争贯 靠近当中李星甚至差点一杆进洞 精彩的一球 大会也设置一杆进洞 黄云星刚好上来也蛮不错的 留下一个上部推杆 吉他趴 达到左边一点稍微大了 在第三栋集出一杆进洞奖的 这个职业选手可以获得呢 达方电子的BESB电动辅助折叠车 价值新台币六万六千元 但是Birdy最可爱 李星云也来到地狱标等干七杆了 目前是位居第三位跟吉上秦美并列第三 踢打帕的推杆也很有侵略性 雨星把握 盖到左边没有如意其右转这么多 但是力量是可以的 武风球场对所有选手都是比较新的体验 球道蛮窄的 陈地来说 后久都比较稳定了 黄雨星 前九还有一个Double Bogey 泰国选手除了 当然台群赛呢 他们也都会共襄胜举 另外也有像帕金呢 在中旬的九广东这场比赛获得第三名 石成玄现在还是保持两样的领袖 而且石成玄是第一位能够到 第一位能够到第一位能够到 第一位能够到两位数字的球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